大家好,我是柴娃娃 今次来介绍一款比Toraddy更有变化、更有技巧的卓游 Pars Pars这个游戏可以说是台湾大老耳变化的版本 现在就拿出游戏介绍给大家 这么快,这里就是全部的游戏配件 Pars 好像台湾版大老耳的规则 与广告坐大地的规则也很相似 而看起来,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Pars 游戏里面最大的牌是Yin,不是Yin 耳朵反而是最小 坐大地,坐大地,这些币是用来被人坐的 卡牌也没有花式之分 而每张卡牌里面也有白色基础面和黄色升级面 而在游戏期间,还会有机会将牌升级变成另一个数字 游戏的设置和你想到的都是一样简单 这种币有线的卡牌就是五人游戏才会用 如果是四人或以下就不用放进去 之后每人派发十三张牌,一个Pars 标记和一张帮助卡 其余的Pars 标记和计分指示物放在一边 设置就是这样,可以开始游戏 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 获胜的目标就是尽快打出所有牌 首回合又有起始牌的玩家最先出牌 但先出牌可以不用包含起始牌 就像现在这样出啤白 之后下一位玩家就要打出压制的牌 或者Pars 拿出一个Pars 标记 我认为Pars 和传统的座大碟最大不同就是有退场机制 Pars 了的玩家就表示退出这个回合 接着就是下一位玩家打出Pair In 之后就到下一位玩家 可能Pair In 实际太大了,他都选择Pars 现在再到玩家一,但他都选择Pars 玩家二之前已经Pars 了退出回合 所以同一个回合也不能再拿Pars 标记 直到回合中只剩下一个玩家没有Pars 为止 回合结束前,那些Pars 了的玩家也不能再出牌 整个回合只有玩家三没有Pars 所以就由玩家三开始新的回合 重新打出任意牌型 游戏会不断以異常方式进行 直至有玩家打出全部的手牌为止 这样的玩家就胜出当局游戏 好了,现在就来介绍一下游戏的牌型 单张,一匹,对子,三条,蛇,顺子 最小的蛇就是一二三四五 而最大就是十籍类骑烟,俘虏 以上的五种牌型之间都没有分大小 所以玩家要打出压制对手牌的时候 要跟着详细的牌型一致,并且要数值较大 所以你不能用俘虏来压制蛇 因为它们之间的牌型是不同的 要压制蛇,通常都要用较大的蛇 不过有两个牌型是例外的 就是四条和五条 四条可以压制之前介绍的五种牌型 而五条和黄牌还是游戏中最大的牌型 打出五条黄牌的时候 还会得到一个pass标记作为奖励 之前提及的pass标记是怎样用的呢? pass标记用法有两种 它可以用来升级或增值 在打牌的时候,花费一个pass标记 可以把任意数量的牌翻转,用来升级 像这样就可以把牌升级变成四条四了 而pass标记另一个用法就是遇到完全相同的牌型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或多个标记用来将牌增值 而且pass标记可以混搭使用 例如这样,先将牌升级变成Pay-in 再加两个增值标记来压制之前牌 最后,重要注意有些牌升级后便会有这个图案 这个图案代表升级后不能与其他牌组合 这样的组合便是不可以 升级后只能单独使用 而游戏只要有玩家打出全部手牌 之后便会重新小牌进行新的一局游戏 而游戏的计分方法亦有两种 记错的计分方法就是 先赢出三局的游戏玩家获胜 而进阶的计分方法就是 最先打完手牌的玩家得到四分 手牌第二小的玩家得到两分 第三小的玩家便会得到一分 直到有玩家得到十分为止 最高分的玩家获胜 PASS 这个游戏有着 坐大底的影子 但说幻说,它更像台湾版 戴鲁尔的风格 它也加入了像Skull 这样可以将牌反转升级的元素 而且比Skull 的规则更容易灵活地将牌反转使用 明快利落的节奏 这样对于新手来说更容易上手 细细一盒在节日中便容易攜带 这样便可更方便地随时随地享受这个游戏的乐趣 好了,今次由介绍到这里 如果想看更多类似的卓游资讯 记得订阅频道分享影片 下次再见,拜拜!